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9月24号 在江西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 接近一个星期 我看到一个比较大黄奖银行的报告 关于大多伦多地区的房贷组合 在2020年第三季组严重拖欠90天以上的房贷的情况 他说报告里说 这种情况 严重拖欠的情况大幅上升 就是显示德伦多市场近期看似平稳 但是市场基础的裂缝正在迅速显现 房价虽然几乎没有明显变化 所以有些人就忽视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 知道吧 就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严重性就是说有的时候卖家宁可陷入拖欠也不愿意降价 然后呢 就是更加令人不安的一个趋势 拖欠 那不是要拍卖了吗 对 就是说熬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像你生病了 然后呢 比如说一般生病了 你就赶紧吃点药 就好的也快 是吧 躺一躺 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是呢 你如果一直熬 你知道生病 如果一直熬的话 肯定是 就会病越拖越重嘛 最后就爆发了 不行的再爆发 就说那我还是希望 这个小病就治 是不是啊 但是很多人都是具体到买房卖房 那就不是 一点问题 有可能是涉及到金额是很大的 所以希望有种赌的心态 嗯 对说 就是具体我们看这个RBC在加拿大的最大的房地产市场 开始遇到一些波动 就是这个第三季度 刚才说严重 严重拖欠率攀升到0.27% 比前一个季度增长了42% 虽然只有0.27% 但是基数很大嘛 然后他比看 我们要看这个比例就是增长了 比上一季度增长了42% 比去年同期是上涨了170% 基本上翻了两倍了 哇 这太厉害了 就是拖欠 有的天就是他不还了 是吧 不还了 就有的人就可能是想怎么样 是想赌一赌 看最后能不能 或者他真的就断裂了 他就想还也还不了了 是不是 对 这个房地产交易并不是说 你想买到就买到 或者想卖出就能卖出 有的人可能是想 我再熬两个月看看怎么办 但是你错过这一个offer的话 可能就要等下一次上市 下一次再谈offer 再又一又三个月的closing day 那就半年过去了 可能就等不到了 时间是很长的 对吧 对 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说 就是有一种赌的心态 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接下来就会怎么样 假如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是不是 很多人觉得2023年就结束了 2023年根本才只是个开始 对吧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拖欠率在安大利省的大陆多地区的拖欠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并且高于2017年这个小规模外国买家泡沫以来的任何时期 而且市场的崩溃的速度正在加快呢 就是RBC在大陆多地区房贷组合的拖欠率在过去两年 包增了575% 就是说拖欠的房贷的数量在绝对实际上也远超2020年的水平 就是延迟的市场问题就泛大了后果 就是因为政府为了高度关注期间缓解房贷拖欠产生使用的一些工具 最后部分导致目前的问题 通过临时的政府支持资源能为降低拖欠率是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延缓了它的发生 延缓了发生最后还会放的后果 就是会放大了它的负面后果 有可能把问题推到未来 但之后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就像你不吃那个药之后 拖到最后就会更加严重 影响本来可以减少损失的人群 就是房贷拖欠主要是流动性问题 就比如说房租会在尝试在违约前出售房产 只有在无法卖出时才会违约 推迟的拖欠群体没有真正解决 而是与正常的拖欠群体在一起在市场里 如今在试图在经济困难前推出的买家 不得不与已经严重拖欠的买家竞争 增加了市场竞争也使得更多外产无法顺利卖出 就是一个踩踏效应 就是已经困钱的人和一些还没有怎么亏钱的人再混在一起 这导致的竞争更加剧烈 对 导致房价更多的竞争 低的人和不急的人 对 可能房价下跌了 所以现在就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急的人 在这个市场上卖房的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苦衷 是吧 好 如果说好的人 他肯定是想等到市场好的时候多卖一点 如果现在正在上市的人 一个是肯定是要不然就房子品相差 要不然就是自己的资金有问题 嗯 然后呢 多伦多的房价没有出现明显波动 但是尽管只有买家有意愿买房子 但陷入拖欠的房贷表明 价格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范围 房价没有明显的下跌 表示 就许多这些房贷可能属于最近购买的房的买家 有可能是投资的人 但他们的就是房地产净值 就是如果最近正在买房的人 他的房屋净值就被抹去了 如果价格下跌的话 他们会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来出售房厂 嗯 就是一向专家人 就和大多数人预计的说 加拿大可能会实施这种需求诱导计划 提供资本缓冲 意思就是刺激措施 中国让买家获得更多的信贷 来推推动市场需求 所谓就是降息 对吧 或者是鼓励出各种各样计划 那买家能够带到钱 这样才能把房子买的 是不是 就是说提高房价 而不是让卖家降价 这样的话 让市场就不会看起来那么难看 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人就跟风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资本缓冲的目标是创造需求 将风险从高风险的借款人 转移到低风险的借款人 这样就不会造成同时危机同时爆发 但是虽然这种需求不会永远持续只是转移 但是能够缓解 暂时缓解风险 就是美国 就是在大衰退期间是采取类似策略 就是投资者更可能违约 那因为投资周期比较短嘛 东西也不如中断用户强烈 就自住房比投资房的要风险小 因为自住房的用户会竭尽全力避免违约 因为他们的居住的出所 即使是负资产 也能忍受更长时间的市场波动 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颜色问题比较容易 但是呢最初问题可能不大 但随后会突然加剧 知道吧 就是这种政策短期内有效 但到某个时间就会失效 然后但是专家们和所有人也都不知道 这个崩溃时期是否临近 但没有人会希望碰到一个这样的 就是刺激措施崩溃也无法 就是刺激自己 就像下猛药 现在下到猛药再多了 他们也都药物耐受了 也就没有再有效用了 但之后就是无药可救了 希望不会到达那个地步吧 所以说都要有软着陆 不是希望硬着陆吧 希望大家都预测 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吧 对 那像这种情况下来很有可能 下一次加拿大降息就降0.5%了 可能不是0.25%了 对现在就是他们也怕一次性降太多 然后万一再吃不起来也没有药救了 就是他们手里的牌要合力的打 不要一直都甩出去 然后又不然就过猛了 要不然就不够 他们也改不了了 所以他们制定政策的人也是要走一走看一看 但现在美国已经一下降 百分之0.5%了 我觉得加拿大可以跟上去了 加拿大我觉得也可以降0.5%我觉得 对 但是他们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 除了房地产市场之后 这些利息也对应的其他 嗯 是方方面面嘛 也很难说只是 就是 主观是这个 呃 房地产一个事情能够决定这个利率 因为利率还有去 是借钱的人 不只是买房的人而已 是吧 还有其他 国家也借钱啊 是 国家倒不怕了 他把钱再印多一点就可以了 话是这么说 是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这民主国家 端这个 他们有自己的分 什么分立的 三权分立 是不是 所以他们不是说想印度啊 就印度上 他们也是有一个财政部的 同筹规划的 央行的同筹规划的 虽然我们具体不了解 他是怎么同筹规划的 但是呢 他们也是有个机制 据说他们有个机制 希望他这个机制能够运行正常 能够自我调节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没有仔细了解我这个事情 但是肯定市场大放水的话 这市场也会有所反应 嗯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小民 就只能在观望一下 是不是啊 看一看报告 听听别人的讲的市场上的 看一看市场的风向 也不知道 这个不能 因为 因为在美国 有人理的是这样 美国如果是降息的 说明市场更加糟糕 因为出手旧了 就说明你证明你真的有病了 反而过来这么想 就像一个悲观人和乐观人的 像看这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一个乐观人说 哦 我要有有要这样些 我要吃药了 我觉得药都会好 那悲观人说 哇你一下这样记这么多 说明你猜中了 赶紧跑 你踩踏效应 对所以说永远市场永远说不清楚 能有没有预测未知能力 如果你预测未来能力 回头看一看 那肯定就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人都是看不穿 就是感觉这个市场就是机遇并存 如果说这个 如果这个市场没有机遇 没有波动的话也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现在刚需的朋友继续去看房 继续去砍 拿大刀砍吧 嗯 觉得可以不知道 你市场在哪一个时候 一样拐点 问题就是拐点的时候很可怕 是吧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拐了 好今天就关于这个 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这个话题 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讨论 喜欢这个话题的朋友 请多多点赞 留言 关注转发 打开小铃铛 支持我们的视频 欢迎加入科学频道和Discord 讨论群支持我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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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